大家期待的边境解封真的快来了吗 指挥官王毕胜在今天也说会慎重考虑 这个话一出来 激励航空双雄的股价逆风起飞 而同时我们从持股也可以发现到 包含长荣行等等有13家的公司的大股东 似乎都是看好自家公司表现 而大幅加买股票 固满山林的风数银杏油绿转红 很快10月就是日本的赏风季 如今边境管制渴望改回0加7 航空股已经提前欢庆 出国回来隔离天数 如果从3加4变成0加7 想必对更多人来说会有更大的出国诱因 因此16日的航空股已经逆势起飞 在大盘下跌百点时 华航涨了0.45元 长荣行也逆势上涨了0.2元 对解封商机有信心 大股东也加码敲净 长荣国际光是8月 买进84,647张长荣航空股票 顺便为经营权之争做好布局 如果一旦中国大陆整个的管制放宽 也许对航空类股会有一些帮助 现时量我觉得量一定会增加 但是能不能因为这个赚到大钱 还有待观察 同样是大股东狂扫自家股票 8月还有精英、权友、千辛、农林、新光刚、亚都立志、龙邦等总共13档 利空绝对是比较多 重点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 股价有没有再大幅度的一个反应 如果没有大幅度反应 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 搞不好真的有机会做一个 像样一个中线的反弹 倒是金融业看得出浓浓避险跟获利了结意味 据金管会统计银行业与售险业 7月各减码台股300亿元 相加起来等于撤走600亿元 似乎想降低投资风险 东森财经新闻彭德力留置在台北采访不到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